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不说你了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赛场上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吧 素材讲一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条素材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女同学的队伍中闪出一名短跑健将秀平 她像一只灵巧的小燕子快速地追了上来 冠冠熊 感受到了吗 秀平同学跑得非常快 她本来不在前面 但在中途追了上来 速度很快 怎么描写呢 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短语和词语来描写 作者一开头就用了一个短语 说时迟那时快 来形容一个短短的瞬间 水浮砖里就有这个短语 用来形容武松打老虎时的反应速度很快 说时迟那时快 武松见大虫扑来 一闪 闪在大虫背后 我明白了 就是搜的一下 特别突然的感觉 对了 在这条素材中 说时迟那时快 说明突然一下 秀平同学就出现了 你再找找 作者还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秀平同学跑得快了呢 我觉得这个闪字用得特别好 没错 作者描写秀平出现时用了一个词 闪出 来表现他跑的速度很快 观观熊 你可以想象一下 雷雨天里闪电是不是很快出现 有一瞬间就消失了呢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另外呀 作者还说 他像一只灵巧的小燕子 我们都知道 小燕子飞起来非常快 而且很轻盈 这说明 秀平不但跑得很快 而且跑步的姿势也很优美 轻快呢 你想表示一个人跑步速度很快时 除了前面说到的一些关键词语 还可以借助其他速度很快的事物来说明哦 素材练一练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描写速度快 可以用特别的词语 还可以借助其他速度很快的事物来表示 我先说如何用短语来表示速度快 比如我可以这样说 说时迟那时快 那个人早已翻过篱笆消失了 这个人跑得可真快 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消失了 然后还有用其他速度快的事物来形容跑得快 嗯 还有什么东西速度快呢 有很多呢 冠冠熊 像是火箭 子弹 汽车 都是速度很快的 比如你可以这么写 它跑起来像火箭一样快 一转眼 就到了终点 猜猜风 我忽然想到 那形容跑得慢 该怎么写呢 那可以找一找生活中哪些事物速度慢呀 你想到了什么呢 冠冠熊 嗯 蜗牛 乌龟 拖拉机 非常棒 所以你想描写一个人的速度很慢时 可以这么写啦 它跑起来非常慢 像一只蜗牛在爬 哦 我明白了 谢谢猜猜风 不客气 接下来 动动口 动动手 练习一下吧 请你用一两句话 描述一下 妈妈跑步时的样子吧 你妈妈跑步快 还是慢呢 有多快 或者多慢呢 快来分享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坚持打卡好习惯 变身写作小达人 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另外 别忘了参加屏幕下方的讨论 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交流分享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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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